Hello 各位 你好 其实我今集很想casual talk 就是一样东西讲一些 你说很集中讲一样东西 我怕大家睡着了一觉 今集又讲什么呢 因为近期香港的息很高 其实不是近期 过去成年也是 我自己计算过一条数 买泰国楼其实是贵了 它是地税加 因为COVID 疫情关系 现在所有东西 这几个月就说正常一点 但基本上有些东西都加了 人工要加 油价各样东西 而引申到所有东西都要加 所以现在你买个泰国的楼 如果真的在市中心一环二环 可能差不多都要贴近200万港币 那是不是很贵 但如果我将这200万港币 定期在香港的银行户口 我每一年差不多收100万元息 我计算过 每个月我收了6000多元息的港币 那你其中如果拿5000元来租泰国楼 其实已经租得很漂亮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是不是有钱就拿去泰国买楼呢 加上你泰国买楼 现在我不是呼吁你不去买楼 只不过是大家分析下 现在怎样去理财 以及怎样拿些安全网 那今年呢 泰国政府说 税收那里呢 那样东西都要加的了 那地税都要加 因为只是向外国人收的 那就大概呢 会收6%的 即是会加6%的 那我不知道新一季 你们收到的地租是怎样 基本上呢 其实它的地税呢 是根据每一个省 自己的省长去决定的 但是曼谷呢 基本上就是加6% 那可能远一点的地方呢 就没那么金的 没那么厉害的 那就是说回 那如果我收息已经有6000多元 我将它一半 甚至5000元左右 差不多有2万匹的了 去租过泰国的两房单位都OK 那你可以考虑 那如果老人家 又或者40多岁以上那些 其实呢 要有很多安全网的嘛 那其实呢 会员区的朋友呢 都好知道的了 我曾经是呼吁过会员呢 如果你买泰国楼呢 你当然中介公司 一个良好的中介公司 你们要去找啦 一些大的发展商 上市的公司 你去找啦 还有去买楼的话呢 我就建议去股价 那你如果问我股价 去哪里股价啊 那其实呢 就在画面这间公司 那这间公司呢 其实就在香港做注册登记 而这间公司呢 亦都在香港 有物业股价公司的喔 那所以呢 你也可以透过 我不知道啦 就是我没有接触过这间公司 你可以去泰国 找回这间公司 又或者香港这间公司 去征询一下 你如果想买泰国楼 究竟值多少钱 因为日后你的地租呢 亦都是根据你层楼的价值 而去征收税的嘛 去计算税的嘛 所以我建议呢 我们香港人都是啦 如果我们自己买楼 会叫银行股价啦 是不是 但是泰国的银行呢 是没有这种服务的 他们是不会股价的 是当然 如果你要他股呢 他都当然会股的 就是问题 大问题就是 你做不做按揭咯 他不会无情把事 跟你股的嘛 那一般呢 在泰国叫一间公司股价呢 就要三千元港币 以我所知 那看一下你是哪一区啦 物业多大啦 是不是屋仔啦 是不是排屋啦 是不是一些公寓啦 那样 他全部的价钱都不同的 但是呢 实在阿Lee呢 就没去直接接触过 因为我不是业主嘛 但是业主的理呢 就要精明少少啦 在买物业之前呢 不要相信地产公司啦 自己呢 都去找一些中介公司股价 那有一些泰国人呢 其实对他们来说 买condo 买物业都很大件事的嘛 独立屋都很贵的嘛 泰国 那他们呢 其实都是会找一些 物业公司股价的 是的 那我觉得就第一个安全网啦 你找人股价先啦 起码他们股价呢 是市价啦 那当然中间有些 什么怎么股啊 based on 些什么 你到时可以再跟那间股价公司去谈啦 一般股出来的呢 都应该是市价的 不应该是你外国人的价会高一点的 那你们就要问清楚啦 还有第二样东西呢 因为买condo当然要验楼啦 那其实呢 泰国都很多验楼公司 都懂英文的 那你验楼公司 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找不到一间 国际性的验楼公司去推荐 但是我相信他们 都是会找正常的验楼公司啦 因为呢 验楼你真是要 敲敲敲敲敲啊 知道那些东西 有没有流水啊 各样东西 就很难去眼睛去看的嘛 那我觉得就 会 是的 比较放心一点啦 那也都有网友问过我 阿莉你帮不帮手验楼啊 那我觉得这个 idea 挺好啊 好啊 我想一下先 因为呢 跟验楼公司呢 联络呢 我实在都试过的 那你叫我自己去验楼呢 我就自己就 不会啦 因为呢 真的要很专业啦 我觉得 但是假以时日呢 如果有机会呢 我提供到这个服务呢 我会和大家 讲一下的 希望啦 好 那还有呢 我发觉呢 上一集呢 我其实有一集 和会员区讲过呢 业主和租客各自的权益的 我发觉那一集呢 好受欢迎哦 差不多有百分百的会员呢 都有看哦 因为呢 我的会员很有趣的 有些会员真的 好好好 真的 真是只支持我 出片呢 他未必看的 那有一些呢 可能喜欢看其他 我自己的生活资讯啦 有些会员呢 真的对于一些楼市有兴趣呢 他会问得比较多些 因为他是准业主嘛 那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都update一下大家 由2023年的1月3号 到12月的31号呢 其实泰国政府呢 是给了一个很大的优惠 泰国人去买楼的 如果是300万泰珠 泰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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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么说 泰匹以下的楼 他们的转让费呢 现在是减到由2% 正常2%的嘛 如果你转让费 他们是减到0.01%而已 那所以对泰国人来说 就不知道是不是喜顺啦 因为300万泰的楼呢 实在又不是那些很贵的楼来的 但是一般泰国人投资来说呢 都是这个range 那这个是update 但是问题就是 外国人没有这个优惠 因为呢 就只是给泰值的而已 那你说不平等啊 是啊 是不平等的 在泰国买的 我们入场费 有时看展览都不平等了 大家都知道 差十几二十倍的价钱 但是没办法是这样的了 那这个呢 就是新的policy来的 所以我想 现在如果投资物业的话 泰国人可能 他有力量的话呢 可能会是300万以下的楼 实在有些优惠的 和借贷那里有很多优惠的 那么那个市场 现在可能会弱点了 但是你说再high end 再高点 因为covid呢 实在 虽然泰国人 现在是有钱了的 泰国是经济起飞的 但是他会不会 去大量的投资conto呢 暂时我都没见 对了 这样 好 还有什么更新的 大家呢 主要费更新了 泰国人方面 还有 有一部分呢 我自己写下 其实我也觉得很值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 中国 外国人 因为其实呢 那时候我们 还没搬去泰国呢 很多消息呢 都是以我全我 不是太真实的 那么 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 去哪里找些正确的消息 那么 所以现在大家很幸福 我就找了些正确的消息呢 跟大家讲一讲 今集内容是不是很丰富呢 当然是讲不完啦 所以我决定 开个Part 2啦 那记住 留意我Part 2那条影片啦 那另外呢 我就打算 3月份到4月份呢 在香港 没错啦 你没听错 在香港呢 就搞个网聚的 如果支持我的朋友 又或者有兴趣的朋友 记住告诉我 那现在初步网聚的话题呢 我都会因应参加者的要求 去设计一下 那如果真的有心 或者特别我的会员 你们呢 如果可以一起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再约 看看找什么地方啦